- 農夫从来没有办法帮助种子快速成长 那个叫亚苗助死 所以基本上我对待人也是这样的态度 所有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他的生长速度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是在田里面插秧的时候 每一年我们因为宜蘭只有一起到座 春天插秧夏天收成冬天的时候 大家一起团聚吃汤圆 一起来搓汤圆 基本上都跟着这个稻米生产的脉络这样走 我都会发出邀请 让股东或者股东的朋友知道 但是大概仅止于此就是这样 并没有再更多的事情 除非你主动询问我想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如果我们谈得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往下走 下一张 那其实这位小姐也是当时我的股东 那他现在已经搬到宜蘭大概第三年还是第四年 原先他在一个有线电视公司工作 那他回到乡村的时间比我更晚 基本上已经超过40岁 所以他有一点积蓄有一些工作经验 那刚开始其实他只是半农半X 只有假日才回乡下重点 他跟我因为他是我两三年的股东 当时他就说他开始一直想要种田 我知道他反反复复 很多人在跨越所谓心里头这个看不见的障碍的时候 都其实很犹豫的啦 跟我当年也一样 他说他想要找一个田 然后三个月后他就说不用 他就说可是他又收不了 他就觉得应该是要的 那就好 好不然就是一分半的我已经给你你就要收了 你不要告诉我你倒是不要啊 那某种程度达成这种妥协之后他开始种 后来种到他的稻子要收成的前一个礼拜 他把工作辞掉了 然后他老板问他说 你好好工作做得好好 也做了十年干嘛要辞职 他讲了一句话 啊真的很有哲理 他说我的稻子在等我 他说你看他没有那么文青 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你想得出来这种句子 可是那个是他真正感受到的东西 好下一张 那这是我们我的另外一位股东 他其实直到现在都还是半农半X 他小时候也是在农村成长的子弟 是苗栗的客家庄的客家人 但是他在大学里头教书 他专长是生物是鱼类 可是他也有很多想法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鱼道共生 水田里头有一些鱼类毛蟹虾子 生物圈多样性 是他在学校受货的课程 可是他对于那些东西 他交给孩子的东西 毕竟都是从国外的所谓先进的研究文献来的 在台湾究竟如何多样化共生 真的不清楚 为了这个理由 他也跟我找了一份多的地 总而言之我在我们乡下 某种程度变成一个稻田的二房东 你真的要种田 我会问差不多问三年 你真的问了三年 你还在问你要租一块田地 那我会告诉你 那我给你这块田地 那你好好种 因为一块田地是一个生命 田地始终是活的土地 那些农夫老地主老农 他对这个土地无力为继没有办法继续耕作 我后来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大家如果看过吴米六就知道了 他太太都骂他那是他的小三 说他是叫三档去看是他的小鱼 但是我后来在实际的田野观察当中 我发现土地是活的 在他的手中照顾了一辈子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不等 在他终究要回去的那一天 他心里头挂念的是 嫁不出去的女儿这块土地 是他心里头永远嫁不出去的那个女儿 如果没有人承接照顾的话 老实说那一种牵挂 你不贴近看你根本看不见 所以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 我等于是砍狗啊 你这样听懂吗 我说这没人不啊 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是 在这个时空环境下不断发生 我想每一个人的脸上的笑容 他会说说话是否乐在其中很清楚 你很难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大学教授 为什么来这里弄得乌心猫黑 可是心有所求 就在土地上才能够找到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懒了 下一张 那这是另外一个台中来的女孩子 那他原先在台北也参与很多的工作 那也关心台湾的一些社会运动的发展 其实后来他做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他在这里应该是第四年了吧 然后住在我们的隔壁村 那后来也找上我 我给他一块两块不大不小的田地 他是专职务农 收入不是太高 因为他面积不像我这么大 但是他是单身 可是很有趣的是 因为他始终关怀这个土地上的弱势 所以他的稻米价格分两种行情 第一个是月收入可能在五万块以上 另外一个是你觉得你的收入生活上压力比较大 你有一个社会组的售价 就是比较低一台金 一样的东西两种价格 你自己选择自由新增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不管你从事任何工作 你都很难找到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自己决定 到最后你的价值观完全显现 你的一块田地一方田地 是你的一个宇宙 可以自由挥洒 你说了就算数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非常迷人 在都市里头几乎没有人做自己的主人 但是在你的土地上面 对不起 你要靠不住 他就毁了 那种事情逼着你必须站起来 有一点像你多带了一个小孩 我的感觉有点像这样 strateg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